大家好,2017年7月5日的每日集新聞 今天要講關於Netflix的話題 前幾天講過《死亡筆記》的傳播 今天就出了動畫版惡魔城《Dracula》的傳播 動畫版惡魔城 對,播出傳播 《Dracula》的傳播 對,這個就是傳播 其實之前已經公佈過有一套的動畫 在Netflix的獨佔上 7月7日 很快,那兩天就有了 來宣傳Poster 可以看出這張圖 其實都很像那時候 《紅白肌遊戲》的封面套 上下構圖 這次的動畫版就是 《紅白肌》第三集 《魔城傳說》 即是大一集的劇情 如果看這個傳播 有這個主角就是 特雷巴 他就是吸血鬼獵人 背蒙一族的後裔 當然就是要對付 德顧拉 即吸血鬼那邊 拯救東歐 對付傳播 還看到神秘的吸血鬼 阿爾加特 其實如果大家有玩 《穴下夜想曲》 其實他就是 德顧拉的兒子 即是在這集裡 德顧拉的兒子 之後《穴下夜想曲》 就是他的主角 好的 第一季 只有四畫 每畫大約三十分鐘 七月七日就會上架 接下來 不知道還有多少季 暫時說 會有第二季 即是2018年的時候 會開始拍第二季 他說就是這樣 修得好就繼續做 對 《穴下夜》 《穴下夜》整個系列都很大 其實這裡是其中一部份 這集的主角 之後還有西蒙的後裔 作畫也不錯 還有日本那邊 自己也沒有拍過《惡魔城》的動畫 遊戲就玩了很多集 也有很多年歷史 八六年開始 其實那時候 《惡魔城》就像《磁碟機》開始 玩就多 但其實裡面不是很多劇情交代 如果你不是真的去找一些書來看的話 其實你對那些人物都未必那麼了解 可以趁這個機會去 了解一下《惡魔城》系列的故事 和人物的關係 對 也可以給粉絲 主要是給粉絲 回味的時候 玩《惡魔城》的劇情 我覺得 《惡魔城》暫時沒有新作 只可以玩以前的作品 還有看這套日劇來吊著人 好了 過兩天可以看 因為到時馬上上了四集 可以一次過看 哦 馬上上了四集 Netflix 從來都是這樣 可以即時看完 看看會過評價到時候會怎樣 好 每日新聞到此